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目前全红蝉回家已经有好几天了 而在这段时间,全红蝉也算是玩起来了 特别是在今天,全红蝉展现了非常接地气的举动 其中她会骑着电驴出去游玩 其实在第一天的时候,全红蝉就骑着电驴 因为她还没有18岁,也没有驾照 所以只能骑电驴,骑电驴也好 拉风 9月15日,全红蝉和发小还有姐姐一起在麦河村的小河里抓鱼 全红蝉和发小一起在水沟里打闹玩乐 回忆儿时的美好,昔日在奥运场上的冠军 回农村之后和普通人无异 谁能想到这个可爱的孩子 回到家就像是脱缰的野马 做小时候的那些开心事情 镜头之中的全红蝉将棒球帽反戴着 然后手里拿着一根鱼竿 童孙的发小帮助她将钓杆上的鱼石给装好 然后大家一起守在河边上钓鱼 也许是钓到了大鱼跑了 又或许是当时没有钓到鱼 于是发小动员大家一起到河里抓鱼 仔细看,全红蝉也加入其中 小伙伴们一起下河抓鱼 哈哈,超有趣的画面 全红蝉在河边上摸鱼 这一刻,估计她忘记了自己是奥运冠军 是跳水界的新星,估计她只记得自己是麦荷村昔日的抓鱼娃娃兵吧 接地气的全红蝉 哪怕是成为了奥运冠军 哪怕是已经功成名就了 但回到家之后仍旧还是大家眼中的那个蝉宝 网友,她真的好接地气 难怪大家都喜欢她 一点都没有架子 功成名就了 是奥运冠军了 站在了跳水界的顶峰 但全红蝉和发小仍旧感情如初 大家还像是没有长大的孩子 一起在小河里摸鱼 这一种场景 这一种对童年的回忆 这金钱和荣誉都无法替代的 在摸鱼过后 全红蝉和姐姐一起带着发小 又到了夜市里吃路边摊 在夜宵摊前的全红蝉 看着姐姐拿手机摇人吃夜宵 哈哈,好有画面感 说实话,像全红蝉这样子 拿到了全球最高荣誉的奥运冠军 回到农村老家还这般接地气 像她这样子的真的不多了 难怪大家都喜欢她 从她的身上 我们看到了帅性 努力,朴实,内心单纯善良 她才17岁 凭借着努力再努力 拿到了奥运冠军 还多次凭实力获胜 太不容易了 在赛场上 她给大家带来的是 不一样的奥运精神 是一种能代表 中国奥运健儿的精气神 回到家 我们从全红蝉的身上 看到了年轻时候的身影 内心里感觉到特别的幸福 网友评价全红蝉 喜欢蝉宝 并不单纯只是奥运冠军的头衔 她的身上 又集合了普通人最朴实的精神 她代表着千千万万的 普通年轻人 在所有活动结束后 全红蝉还和自己的亲戚 进行合影 以此来留纪念 就这个时刻 再度展现了全红蝉的俏皮 当然 重头戏还是全红蝉带娃 家里好几个娃 都是全红蝉来抱着 甚至 她还偷偷吸了一口 因为现在中秋节假期 已经开始了 家里人也都放假了 所以 她也可以好好疼爱一下 自己家的孩子 下雨天 全红蝉抱着小孩 不忘用手盖在小孩的头 不让雨水淋着 太有爱心了 小夕杰方显全红蝉的大爱 而且全红蝉非常喜欢小孩 走哪抱哪 非常亲切 与此同时 全红蝉的弟弟也回家了 之前全进棚的热度 还是非常高的 特别是跳水训练的时候 她也出现了无水花 更为关键的是 国外的媒体看到这一举动 他们直呼看不到希望 毕竟全进棚都没有入选国家队 但她所展现出来的天赋 已经非常出众 看看在未来的全国比赛 全进棚有没有可能给到惊喜吧 奥运冠军全红蝉被所有人低估了 看完前天央视面对面对全红蝉的专访 这是我最大的感受 也是对最近她再次深陷风波的一个很好回答 奥运史上最年轻的三金王 打破世纪记录 蝉联两届冠军 顶着无数的光环与荣耀 对于冠军这两个字 17岁的全红蝉是怎么理解的呢 她说冠军而已 这个而已 不是对那枚金牌的不屑 只是因为她觉得自己还可以发挥得更好 金牌之上的全红蝉 不想和任何人比 只是想做到自己想成为的那个样子 我想成为我自己 别人笑她太疯癫 原来只是别人看不穿 人人都夸她是天才少女 她对这个词有自己独到的解读 把训练做好了那一刻才是天才 哪有什么天才 不过是一遍遍练出来的 全世界惊叹的水花消失术 也是一遍遍摔出来的 拍进水里 痛得像很多蚂蚁在身上爬 外界都说她大大咧咧 第一次听见她内心真实的声音 看我非常乐观 但是都憋心里 她坦承自己两件拿冠军 没有特别开心 不是对自己不自信 而是敏感的她 会考虑到战友也一直很辛苦 她坦言自己也曾非常在意外界的看法 害怕自己做不到 后来努力逼自己转换思维 才慢慢想通 把这些东西都抛开 就算输了我下次还可以再来 整个采访 一问一答 流畅自然 没有华丽的词语 没有冠冕堂皇的话术 但不难看出全媚的真诚真实 成熟自律 感恩善良 还有谦逊冷静 虽然18岁不到 但她有逻辑 也有她自己的思考 你看 不是这些00后冠军 喜欢整顿采访界 怪只怪 有些记者的提问 实在太过没水平 最让我意外的 试谈到既是队友 又是对手的陈玉希时 记者问到金牌只有一块 全红产很坚定 哪个得了都是自己得了 哪个得的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你要确保这一块是中国的 你才更开心 你以为别人大大咧咧 别人只是大之若鱼 你以为别人毫无口才 别人只是不想太鲁锋芒 如此格局 如此清醒 如此通透 打得不仅是那些沉迷拉彩 激情饭圈粉丝的脸 还是 这几天 把全红产教育上热搜的 那位大记者的脸 奥运健儿们在国外拼尽全力 一心一意 为国争光 有些人在意的是什么呢 全红产不漂亮 我是无论如何 也想不明白 为什么总有人 把目光投射到 女运动员们的 长相和归宿 全红产不够美貌 但赢在青春活泼可爱 全红产进不了豪门 但这么多荣誉加深 人家自己就是豪门 更无法想通的是 奥运健儿刚回国没多久 一位知名记者 一个公众人物 在直播中 对一位冠军 公然说出下面的阴阳怪气 他疯疯癫癫 给德国运动员展示金牌 你不可能跳一辈子水 你不跳水以后 你就像个白痴一样 能行吗 疯疯癫癫 白痴 这些词语用来形容任何一个人 都充斥着满满侮辱 更何况 他评头论足的对象是全红产 17岁的花季年龄 活泼自信一点就是疯癫 将来不跳水了 就是白痴一样 这位大记者 有他自己的奇葩逻辑 从一个贫苦农村家庭 走上世界舞台 全内以后的路 还很长很长 这一路 他在不停成长 以全红产的刻苦 坚韧和毅力 我们也有理由去相信 将来无论去做什么事 他依旧可以闪闪发光 每一位运动员 背后都忍受着绝大多数人 无法忍受的孤独与辛苦 他们不是容不得其他声音 但你的评判 一定是得建立在尊重之上 你的用词 起码对得起自己记者这个称呼 更无语的 还有一点 全红产现在也开始学英语了 他也意识到这个东西了 话里话外 一派好为人师 你把英语学好 才是一个完整的人 你能一口流利英语 和别人交流 才是真的优秀 会说英语的人不计其数 三金王全红缠 却只有一个 全世界都开始说中国话了 还有人坚信不疑 会说英语的人 才等于有文化 见过世面 可悲又可笑 17岁的全红缠 未来可期 居高临下的记者 一览无余的 却全是自己的浅薄无知 世界上很可怕的一件事 是什么呢 不是批评别人 而是随心所欲 按自己的标准 在自己的理论里 攻击别人的人生 成功惹众怒的 这位大记者就是后者 可能经常接触国外采访 英文是他必备的技能 于是他便把会说英语 归结于有文化 把能和外国人侃侃而谈 当作见过世面 可悲说英语从来不是所有人的头等大事 中国又有多少人不会说 甚至从来都未曾学习过 接触过 一位同样做过记者的网友 谈及自己对这起事件的真实感受 当记者久了 永远在记录别人的生活 对生活就失去了参与感和实感 评价别人是容易的 也是过于轻易和武断的 却忘了道理是抽象的 但每个人都是有血有肉的 像极了虚负于这个世界的一群人 习惯了灯红酒绿 看惯了热闹繁华 便以为大家都是 更可笑的是 在他们的系统认知里 只有喝过星巴克 吃过米其林 才是有品味 只有坐过飞机 住过五星级酒店 才算见过世面 坐在自己那口井里 他们看不到别人的世界 所以 有人没吃过海底捞 在他们看来很震惊 有人没坐过地铁 在他们看来是离谱 揣着优越感 以为自己是 全世界最见过世面的人 殊不知 自己早成了坐井观天里的那只蛙 我看来是离谱的那只蛙 我看来是离谱的那只蛙 我看来是离谱的那只蛙